訊息 潘頓種三猿,保持連性 更奪得今晚的騎屍 twelveing 方家怕最 concerne 分别是赢头尾场 快步速和范戈尔手工极伤 另外人和KR兄创纪录时间 那场做的时间真是极快 三班一千转逃,快斗快场合 欢迎大家收看今晚的赛后 你怎么看呢?今晚是菊草赛时 最引人注目的一定是潘顿 潘顿和希斯交到两面赛 而希斯这个马逢都保持强劲的攻势 看起来跟莫来拉斗到最终 但是潘顿的手牌看起来好像高一点点 是啊,今晚其实也很节目 又追缘了今晚 举头望明月,低头是刨马惊 当然潘顿,当然他继续都是好成绩 其实来来去,但田泰安 开头曾经带领那一轮 这一轮好像又立了一点点 是啊,如果你说说头三位骑士 潘顿的手风就好像每次都交到一些东西给你 每次都有头马 还有看到一件事,我想是 他和莫来拉斗的竞争 最重要是他们拍了什么码头 看起来就是 你知道潘顿也很难在赛 方仔再拿一些最劲的实力座棋 要拍第二个码头 跟审集成合作得多 另外一个就是希思 希思交到好成绩,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他又聪明了,可能抵见希思 可能上一年那些码头还有很多分在手 今年拍了一个漂亮的码头 是啊,所以争贯军形势 就是其实看这些码头是怎么样了 是啊,最重要是选码头你懂得选 看看今天的各场投马资料 好了,那这日的赛事,其实见到方家拍起头尾妈 另外莫来拉斗论的较为手风顺一点 留意诺斌在街大开心 就赛明啸跑回来的勢都很强劲 何宅耀其实都有一脸撕到的 尾场,霍恒星跑得很好 赢了凡戈尔 另外这一日的跑道形势方面 好像较为平均一点 虽然早段有前置 但其实较中后段时间 有些马都追得到 头过几场就一档,长长都在 不过压完地之后就好像有些变化 可能又跟步速 那当然是,有几个因素 五毛马很厉害,上半段的时间 五场里面就赢了四场 好了,看看内中外叠 内难三辨九匹,中叠三辨四匹 其实这一日的赛事外叠也有两辨交到回来的 三次上名 其实这日的赛事补促一点也不稳 都是一些正常私家三的情况 所以就是今天两个神奇号码 要么就一档,要么就五号 一档就一win,三个第二,两个第三 五号码好些,五号码就没有了一只 只有七只 结果四win,一个第二 是啊,如果买码的话,应该都可以的 我以为有些过到尾的一档就有巨厄 那就是位置过关 是啊,反正有些交收也不出奇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看看头场的赛事 头场就跑四万千八的,马小小的长盒 只有八只马跑,其实这场虽然有一只叫快步速 在这里,其实都看到这场没什么步速了 因为只有他一只走,没有马跟他走 那怎么会走得快步速呢 莫雷拉,马叫快步速,实际叫快步速 他控制了,控制了步速 赛事的形势就容易猜的,他是好处赚形势那一只 那问题是哪一只,除了他之外,还有哪一只会很形势呢 那现在看到甲苑就在内栏,跟得比较前些 其实就是数回一些档位形势 快步速就是集两大好条件一身 他一档五号码就即 还有其实实际上,因为他可以自己在前面领防 那你跟得到好位的 甲苑正跟得好位没用,因为他一望空了,他不行 马升上他不适合 是的,虽然今天他走上来不算很抢口 但是他不是一只可以这样望空跑的马来的 那麒麗断金,以为他这次下班有来 不过他又比我感觉有点不似如期 是的,这只失望一点,可能又未热身 不过这个位置都一早期没什么藉口 是的,不过前置那四只又返回来 神龙区就临长落很多飞的 是的 那慢胚绳,又不算太快 还有神龙区不是一只很容易跑的马来的 加上胚绳不走 他神科有时候都挺急的 胚绳不走,但幸好他也挺稳定的 在赛事组段的时候 我上次都还贴着他,因为他赛前试杂士都好 但那场也是慢步速 不理他发挥,完全无法发挥 结果就快步速了 反倒回来,看看头场的分段时间 一点都不快,头场14秒12 第二段23秒61,第三段24秒08 尾尔那段23秒44,而每段做过23秒09 头场的总时间是1分48秒34 其实都比较平淡的一场 不过是一样东西,一只甲丸 尾尾直路那边才脱了姜诚 是的,脱了右边姜诚 看下慢镜 他脱了一轮,他一直不理着 他照骑,现在才拿回来 他都不理,脱了边姜诚都没关系 应该照计,看他的走势就没什么影响 我相信他早点拿回来姜诚,他又追不到快步速 他迟些拿回来,又不会被后面的马追过 他怎么都是第二的 没影响 没影响 其他那些,譬如如如芙蓉庄 我觉得这次曾情千八都可以的表现 但是前置某一几只回来就好像没什么太特别 不过头场都有些启示 因为看到其实快步速自己很轻松地放 但是回来做的总时间都挺好 今天就好了,一早就告诉你 今天就好自快地 早就跨了好自快地 又不像得对上两次法学谷赛事 即是跑了之后才转 一两场才转 是的,那你就可以都挺肯定 干块场地 对,没错,早知比辞职好 事不宜迟先看看下一场 第二场就是四班1650 看看会不会容易选一些 大热门就是赤马鸿峰 不过黄宝的票都落得很急劲 正在赤马鸿峰可以放在前面走 又热了身 又热了身又潘顿拿回来跑 是的,他都会积极的放在前面走 其实他和信心满满都是 在千二热了身跑回赢马路程 但信心满满这场就挺失望的 现在戴上白色帽 大概在第四五位移蝶那一只 其实会不会上场是纯属一个惊喜 就是可以了 即是你说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过往其实都证明过 都有些能力的马来的 五班头马 一Vin没有比较 其实我口中的那些 只有一Vin 其实比较没跑过 今天也是这样 买Vin没有够信心 赤马洪峰上季三Vin 去到上场千二开战 这次很好 早段很积极 令黄宝觉得 如果他不耐闪邪跑 会不会有机会赢呢 直路的时候 稍后都可以再看一看 因为撒进去 他试集都耐闪 为什么呢 预计了他会耐闪 其实真的撒进去 还有天德的后面 都可以留意一下 现在最后内篮的那一部分 他捉得挺好的 有少少追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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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场 其实已经热身 以及掌控部速的能力 这是黄宝峰 最重要的是 时间要刚好就可以了 黄宝当然转个弯子 转个弯子 转个弯子 现在开始撒进去 看到维拉 看一看 但其实他这样转弯 又是有这样的需要 你想想他也是会闪 他不转出去 在里面 分分钟就不能够 宁愿多些 给他个空间去走 莫雷拉就是可疑 好像晋雀士那些 上次不是外面这样转弯 就像当年史提芬那样 他们走得 维持到momentum 维持到动能 走得顺 平衡好 看多一两次 黄宝他不知道 有少少耐闪 他直路挫脚的时候 你看他撒进去 就是这一下 我想都是两匹马 大家在这个阶段的状态 有少少分野 是 黄宝的赤马鸿峰那些 有少少失望 就是信心满满 那么多 那看看分点时间 头断你27秒80 第二段24秒06 第三段24秒20 会断你23秒35 第二场的总时间 1分39秒41 在这个时间 我们先看看希斯访问 头场赢 第二场赢 赤马鸿峰 我认为 赤马鸿峰 一分之间 他很高兴 他很高兴 因为他在12月 赢4赢 从香港进入 只12月 我认为他也很高兴 他今天被制作 很高兴 他在本岁下 接着也很高兴 所以我希望 他能获得到 这个阶段 我第一次赤马鸿峰 我非常高兴 今年 1650 有很多 6050 所以我们将 几个星期 希斯就说赤马洪峰都挺适合跑谷出的赛事 之后应该都可以继续交到好表现 赚了一样东西,他跑法主动 他十档都不用想,他都一定是放头跑的 他只有跑法而已 在香港跑马,尤其跑马地,你放在前面永远都好处了 其实有七成赛事都是前智英的马赢 不过就看得到,希斯自己也说了 马十二个月内就已经赢了四场 平分这样升了之后,就已经去到一些软件的水位 不过之后再怎么看形势 有时就是了,可能软件软件 但是因为法务局这些中距离路程够多 可能又遇到一些拆组 刚刚又遇到一些没那么强的对手的时候 可以再想 是的,四班日来都不用担心 排什么档都不要紧要 最重要是交到速度,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很热的话,你就要... 你看到它没有那两步,其实有点转弱 不过你所说,真的是... 撑住,撑住 撑住,撑住 撑住,撑住,带你前置就可以了 那时候不是算平分的 是的,最重要是撑住 我觉得刚才提过,黄宝也不需要太失望 但是有点瑕疵要改善一下 大概第二场赛事要看的就差不多了 看看有没有其他,譬如盈家辉 我觉得这个第三名都不错的 也有心去隔天就报名立刻出来跑了 不用想太多了 他还有一个好处的东西嘛 就是旺嘛,一档嘛 我以为你说田泰安旺 田泰安旺,今天就慢慢地旺 他有变化,他上一次赛前 如果有看起晨操,很湿身,很多汗 跑了一场之后,燃了身,没有那么多汗 就是干爽很多 不过你说,总之称下去,这一组 这一对马又就是大骑、私骑 就是我说头二马 再跑下去,又因为见到近跡好 对上一场跑第一,对上一场跑第二 但是其实水准未必真的说很厉害 就是再跑的话,如果又说很热门的时候 就是要称得小心一点 是啊,好了,第二趁赛线我们研究这么多 休息回来,看完赛后的第三场